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豪哥给大家聊了很多期铠甲勇士的节目 深受各位小伙伴的喜爱 今天豪哥 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 铠甲勇士系列中最菜的五个铠甲 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在座的铠甲都是垃圾 倒数第五名 拿瓦铠甲 拿瓦铠甲是铠甲勇士特殊剧中 拿瓦里的主角铠甲 除了补像铠甲之外 所有铠甲中要处最弱的就是他了 这是为啥呢 因为拿瓦铠甲的招款人端木燕 在得到这个托纳多铠甲之后呢 就很少使用拿瓦铠甲战斗 纵观一到四步里边所有的铠甲 他确实很弱呀 第五铠甲被王傲们黑成了充化肺的铠甲 因为除了攻击速度快灵活度高以外呢 所有的属性值都不值一提 攻击防御被黑鞋血傲爆出降了 对付异能兽呢 也只能打打辅助罢了 一对一绝对只有输啊 接下来是倒数第三名 补将铠甲 不仅是人造的铠甲 而且是所有铠甲里边最丑的 皮套都是最廉价的黑衣布 造型咱就不用说了吧 毫无美观可言 最重要的一点啊 对召唤者没有要求 只要拿着召唤器 是个鬼都可以召唤 所以豪哥说他是最弱的铠甲 大家没有意见吧 伤害最低技能 最少武器 也只能是补将棍啊 吐槽的地方太多了 欢迎往我们继续补充 倒数第二名的是 战帅铠甲 战帅铠甲是铠甲用士补将中的铠甲 召唤人士林志凯 存有补将铠甲的所有战斗数据 能力都在补将之上啊 但是啊 补将能力 靠召唤者强大的意念 才可以发挥出来 而且还存在这个副作用 会给使用者带来愤怒 召唤者的意念如果不强啊 他也就是一个渣渣 倒数第一名 豪哥搬给库雷福铠甲 库雷福铠甲是铠甲用士拿瓦中登上的铠甲 土元素 是铠甲发明人 柯成的父亲 柯国龙 研制的第四套铠甲 优点是稳定 耐力好 防御高 硬度强 缺点是什么人都可以召唤他 嘿 比如说啊 这个柯胜 李子 马青山 马阔海